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动物 有没有鸟 我自己要想 你录音的时候是没有人给你另外的对白 所以你全是想象那个 哇 哇 蹦在 电影以六十年代为背景 张姐生年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一点 第一 我觉得要 很齿 那个时候讲话 大家都讲话就是比较斯文 比较 比较更内敛的 就像现在一般人讲话都比较直爽 或者是比较 甚至比较懒 现在人讲话都比较 难怪杨帆也夸张姐 任何角色也做他 每一条 都比较成 健康